回圈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叫做 wire回圈 回圈通常一般程式語言都有for回圈跟wire回圈 for回圈通常會固定次數 剛剛我們練習很多次了 我們從1到5 那就是要run5次 那這些東西是有次數性的 但是wire回圈 是你不知道可能會發生幾次的 ok 那但是呢 後面這個地方就是像放那個衣服的測試條件一樣 當哪一個符合的時候 我就來做這個肚裡面所要做的事情 ok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處理不當 很有可能 會造成一種叫做無窮回圈 我舉個例子 我開個新的 我先test 一樣是1016 但是我再多一個1好了 因為已經有這個檔案了 等一下我再把它刪掉 好 比如說呢 我想要印 來我這邊一樣 我先用一個button 好 然後呢 裡面放一個label 然後呢 這裡 是那個什麼 呃 這個 星空 好 等一下我就是按下列印要做裡面的事情 然後 這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按下按鈕 要做事情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上次我們是不是有教過random 好這樣子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random 1到100 我先不要那麼多好 1到10 就好 然後呢 我先把它存到一個變數當中 等一下這個應該放裡面 預設 是0 然後呢 剛開始一按下按鈕 我把它random 1到10 random出一個數字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可以 比如說 我要把它 random之後的值 接下來 不是1 我弄錯了 我random出來的值 我要希望透過 wire回圈 我要把它從 1 印到 我random出來的值 可以嗎 我random不管多少值 random出來之後 我要 我要 印出 1到 那個值 但是 因為 那個 當然啦 這個也可以用for回圈也可以啦 那 wire回圈的顯示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這時候在 在 那個 給一個變數 隨便我給一個A好了 然後呢 然後 通常 這個A一樣 我現在裡面 也設為0 那 壞回圈怎麼做 我要印到我random出來的 那我就是test 當 這個 random出來的 跟A去相比 如果A 小於random出來的數 我就去印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呢 所以呢 來 小於等於 好了 當A 如果小於等於random 這個我改一下 rand 如果 這個 這裡 這樣子 如果A小於random出來的 number的話 那 我就去 比如說我就去印一個東西 我隨便印一些東西出來啦 假設 我就印五顆星星 那 你不能這樣子就放著不變喔 因為A不會再變 你現在如果 你這邊 沒有做任何動作 A不會變 random number也不會變 它就在那邊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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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結束 這叫無窮迴圈 所以別忘記了 做這種東西 那現在我要讓 這個random number 是那次random出來之後 暫時不會變 你在這個 壞的回圈 我們把它變這個A 我可以把這個A 這樣子做 我把A的值取出來 然後等一下加上 1 最後再塞給A 就是A累加1就是了 A會慢慢的增長 這要放裡面 對不起 放裡面 你看喔 我舉個例子 假設random出來的是5 那我現在從0開始 0有沒有小於5 有 做裡面 印一次五顆星星 然後再來 A是0 0加1變成1 那A會變成1了 A有變動了 這個做完了 快要回圈再去判斷 1 有沒有小於5 有 再做一次 印了五顆星星 然後呢 A原先是1 1加1等於2 2塞入到A 再回來 這裡變2了 2有沒有小於5 有 再去做裡面一次 印五顆星星 然後這裡是A等於2 2加1等於3 3 塞進去 A變成3了 再回頭來 A是3 3 3有沒有小於5 有 再做一次 然後到最後A會變成4 回來 再測試 4有沒有小於5 有 繼續做 做做做做 然後之後再回來 A已經變成5了 5有沒有小於5 5 有 繼續做 然後這時候A變成6 6 回頭來 6有沒有小於5 沒有 它就會從這裡 跳出來 可以嗎 但是這時候A已經變成6了 比如說 那個什麼 最後最後 我再把它印出來 再做印出什麼動作 給各位看 我除了印剛才的 Label原來的值之外 我同時印出 A的值 給各位看 A的值有沒有變成 別的 然後把A的值抓出來 然後呢 我再把它做join 所以這時候 一個一個把它接起來 我先把這個原來的值 全部印出來 就是 全部印出來 就是抓出來 然後到最後 對不起 這個地方不能只印5顆星星 那永遠是5顆星星 這也要用串起來的方式 Join 然後要把原先的值抓出來 這樣子 我一個個拆解 稍微講一下 剛開始Random一個值出來之後 然後我現在裡面有一個A等於0 然後我來判斷 這個A有沒有小於這個Random number 如果有 就會做這裡 這裡是做什麼 把原先 Label原先應該是空的 對齁 空的 那我要再把 Label 剛開始的時候 這裡 先設為 空的 沒東西 好 那這時候呢 跑一跑之後 跑一跑之後 就是這裡 他要把空的拿出來 然後 印出5顆星星 串起來之後 丟回Label 然後A累加1了之後 回頭來 如果還有小於 原等出來的數字 那我再把Label原來的值 再抓出來 再放上5顆星星 換行 再塞回給Label A再累加1 再回來 有沒有小於 有的話 再把原來的值 抓出來 重複做 整個 壞回圈做完 跳出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 這個A的值會變多少 那應該我 我前面應該要把 那個RandomNumber 出來的值是多少 先秀一下 我這邊再加一下 Random 的 值 是 然後呢 串上 Random的值 然後再 這個我拿出來一下 這邊 我在前面再多加兩個 好 Random的值 是 這個東西 放上來 你看Random的值是多少 那到最後 這邊 當大於Random的值的時候 假設Random的值是5 那A一直到6 6大於 不是 跳出來 A 到最後A的值 會比Random的值 再大1 OK 所以你看 我現在把它串起來 串到裡面去 OK 所有程式 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我來看一下 執行的結果 你看 列印 好 Random的值是8 1 1 1 2 1 2 1 3 4 5 6 7 8 為什麼 為什麼印出9個 為什麼印出9個 我看一下為什麼印出9個 Random的 因為從0開始 對不起 A是從0開始 所以會有印出9個 沒錯 到最後A就變成9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從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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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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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總共會印9個 可是A的值到最後會因為大於8 而跳出來 它當它是9的時候大於8它就會跳出來 所以各位看一下都會 你看6的話到最後A的值會是7 因為它大於8了 所以今天 壞回圈跟後回圈很類似 但是做壞回圈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你在比較的值 這裡在裡面一定要去做變動 你不做變動 你的壞回圈會一直跑不完 我示範一次 我把這個A不變動 拿出來 本來A會累加1的 我把A跑出來 那會變成什麼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1 列印 怎麼都沒動作 你看 怎麼沒動作了 卡住了 因為無窮回圈了 它不動了 跑不完 以至於 你看 出現 sorry OK 就是已經無窮回圈了 程式一直跳不出來 它只好到最後跑一段時間 它就出現這個error 所以在做這個 快要回圈 要特別小心 OK 那一般來講 快要回圈 一般可以做的 大多數 後回圈都做得了 所以如果各位 如果真的 不是那麼 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盡可能用 o 來做 好不好 那這邊呢 既然是這樣子 來 下一題 來看一下 請各位做這一題 做階層的 計算階層 好 然後到時候 圖案是這樣子 你打入數字 按計算階層 它會算出來 什麼叫階層 5階層就是 5乘 4乘 3乘 2乘 9階層 就是 9乘 8乘 7乘 6乘 5乘 4乘 不過嚴格來講 它要用 HIR回圈做也可以 用 HIR回圈做也可以 那待會我這一題 我用HIR回圈來示範 HIR回圈怎麼做它 但是各位 用HIR回圈 也做得出來 可以嗎 當然你反過5的階層 你做1乘2乘3乘4乘5 也可以 OK 反正只要是 這邊使用者輸入5 你就算5的階層 這樣的結果 算出來 可以嗎 好 所以各位這個地方 請坐一下